有個啟示澄清 我們都要講一下 就是領邦王 大家知道我們跟領邦王相當熟練 William Lee 很多網台都跟他很熟 領邦王其實以前在大閣嘴那邊 是叫什麼街 那時候比較旺 其實他自從搬到唐美道這裡 其實我對他佩服萬分 因為這個位置我下去兩三次 我是由人網時代 MIHK時代 到現在 我覺得那位置真的 首先你要走去 我開車當然要拍在門口 其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很多時候都瞞著陷阻 正所謂的特別是現在的時勢 生意是難做 我要很正面地評論領邦王的食物 我要這樣說 朋友就這樣說 他是合格公平的 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的 我不是用任吃火鍋 是用收費火鍋 來計算 當然他最有名的 或者最有名的 當然是他本身的 鯪煲黃 那個湯是甜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Facebook 有一條粉牆的王家發 就在一個叫做 按鈎仔女同盟會 按鈎限定的群組裡 share了美麵王的照片 然後就說 聽說這家老闆快要倒閉 今天和幾個大陸朋友去吃飯 這家真的比平時少了很多人 老闆說 那些蟑螂暴徒 有書不讀 在那裏搞破壞 搞到沒了生意 最好警察抓了人 才會平靜 聽完我真的很開心 馬上跟他有說有笑 最後還有百五折 還送了半打啤酒給我 終於找到同路人 大家快點支持他 錯爆他 黃家發寫了這段文 很明顯 他就知道 其實是很難找到同路人 支持警察 因為他說終於找到同路人 他寫了這篇文的企圖是什麼呢 他的企圖就是 希望人們知道 即是他知道很多黃絲 尤其是有很多黃絲 那個群組 他就特意叫人去錯爆他 就告訴別人 這間是藍絲 讓別人沒有生意 那為什麼這個黃家發 會知道 那麼希望領寶王沒有生意 很簡單 因為領寶王 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聽網台多久就知道 他基本上是跟所有網台都朋友 那些一伯又在搞聚會 花生台 那裡程寨以前玉敏 老蕭 很簡單 王養達 就算他不是深黃 都肯定不會是藍 就是 甚至乎他亦都有些贊助 給他們啤梨萬部 還有沒有可能八五折以安去金屬 即是說真的 雖然他一天下廣告就下花生台 我們啤梨頻道開台好像還沒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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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邦王 通常你問阿土幫到你忙 還是我幫到你忙 即是錢藍賞 通常你問阿土幫到你忙 還是我幫到你忙 即是錢藍賞 通常你問阿土幫到你忙 還是我幫到你忙 即是錢藍賞 這是心照 但不要緊 跟他用金屬 他最多都是免收加一 免查戒 就從來不會給八五折 很肯定是吹水 我不太介意 其實我都很怕他 說來我下廣告 我不太介意 其實我都很怕他 說來我下廣告 他不夠好吃 都是 舊相 幾年前的舊相 就當是身上去騙人 舊相來的 幾年前的舊相 就當是身上去騙人 舊相來的 幾年前的舊相 就當是身上去騙人 我想這樣說 你說這個世界是多混亂 他這樣一寫,黃絲不會支持他 老實說,藍絲不會因為有件事是藍絲去支持他 是啊,真的 所以William就特地打電話給林康正 叫我們跟他澄清 不用澄清了,只要你聽網台有這麼長的歷史 是人,你喜不喜歡他 都知道領寶王一定不會是藍絲 而我可以很負責地跟你說 他絕對是黃絲 不過他的包容度比較大 這是事實 做生意的人 譬如他有些老朋友是藍絲 他會在那裡拍照 我們不能要求到 別人像我們那樣侄惡如仇 生意的人 但是我跟大家說 他肯定不是藍絲 你說能不能吃過 其實他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他的口水當然可以試 不是,其實總而言之我也是這樣說 你吃過好吃就再去 他絕對不會差的 但是過了很多總評分 OK 但是OK比較好 那又不同 我介紹過 杜香那間杜芳撿了 為甚麼呢 杜芳很好嗎 杜芳不是很好 價錢便宜 百多元任食 是給你那些食物 性價比高 如果以任食來說 他就算很棒 今晚我也將會去吃火鍋 現在就跟大家說一聲 再見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週末